一把一把的蔥整齊擺好 對婆婆媽媽來說 買菜必備 講到蔥宜蘭三星蔥 不僅有名價格也不便宜 但現在竟然有農民要送蔥 原來三星蔥 成本最起碼就要六十元 但現在平均價格卻低於成本 大約在三十到五十元 讓農民大嘆 說韓國瑜離開被農後 蔥價起起伏伏 生活真的過不下去 農民支持韓國瑜理念 也希望救經濟 三星蔥價格再回升 打出口號 只要跟韓國瑜的髮型相像 買蔥再送蔥 說紙要嘛 替庚頭 來講這蔥農 買蔥 我們在這一個禮拜以來 準備一百倍的蔥 不免費來盜售什麼 選民支持救經濟 誰是解放就支持誰 農民感受首當其衝 蔥同用實際行動 選前用力力挺 記者林盛陽紫玉 宜蘭報導 雙方 請